每个春天 成百的冒险者梦想着攀登珠穆朗玛峰 也就是埃佛勒斯峰 他们在山脚的大本营蹲守数月 等待登上这高耸致命山峰的最佳时机 为什么人们会冒着生命危险攀登珠峰呢 是因为充满挑战 为了风景 为了有机会触碰天空 对很多人来说 是珠峰作为世界最高峰的地位吸引着他们 在这里需要区分一点 事实上从山脚到山顶的高度来说 夏威夷的木纳科里山是最高的 但比海平面高8850米的珠峰 则是地球上海拔最高的山峰 要想知道其高峰是如何形成的 我们需要深入地壳 看看大陆板块在那里碰撞 地球的表面就像是球鱼的盔甲一样 一块块地壳板块持续移动 相互重叠 四处飘移 对于如此巨大的大陆板块而言 这种运动相对迅速 它们每年移动2至4厘米 和指甲生长的速度差不多 当两个板块碰撞时 一个会被挤进或挤到另一个下面 板块边缘骤缩 为了容纳多出的板块 产生的现象被称为板块的龙声 这也是珠峰的来历 五千万年前 印度板块向北飘移 撞击较大的欧亚大陆板块 地壳因此骤缩 产生巨大的龙声 珠穆朗玛峰就位于这一活动发生的中心 也就是印度亚欧碰撞区的边缘 但是山峰形态的形成的外力不止龙声 随着陆地被抬高 气团同样被迫上升 上升的空气冷却 使其内部的水蒸气冷凝 并形成降雨或降雪 降雨或降雪侵蚀地表 使岩石溶解或降解 也就是风化 岩山坡运动的水 卷携着被风化的物质腐蚀地面 雕刻出幽深的山谷和参差的山峰 龙声和轻时间的平衡 为山巒赋予了形态 丹比比喜马拉雅山的入云高峰 和阿帕拉奇亚的舒缓山巒 很明显山并非都长一个样子 那是因为时间也在其中起着作用 当大陆板块最初碰撞时 龙声十分迅速 山峰一边长高 一边形成陡坡 随着时间的流失 重力和水使其被磨平 最终 侵蚀的作用反超龙声 磨平山峰的速度超出其被推高的速度 第三个塑造山巒的因素是 气候 当温度在零下时 一些降雪并不完全融化 而是逐渐变得紧密 直至成为冰 这是雪线得以形成 地球上各处的雪线高度 有所不同是气候所致 在寒冷的极地 雪线位于海平面 在赤道附近 你不得不攀爬五千米 才达到冷道足以形成冰的高度 聚集起来的冰 因其巨大的重量开始流动 形成一种缓慢移动的动流 也就是冰川 冰川打磨旗下的岩石 山越陡峭 冰移动的速度就越快 冰雕膜下面岩石的速度就越快 冰川能够比降雨和河流 更快地侵蚀地表 冰川紧赴山峰之处 沙土流失得很快 冰川就像一把巨大的冰雪锯子 切断山顶 那么 寒冷的珠峰是如何长这么高的呢 灾难性的板块冲撞使其上升 让它在最初十分巨大 其次 这座山位于热带附近 所以雪线较高 且冰川相对较小 不太可能大到把它冲下来 这座山所在之处 具有的自然条件 对于保持其焦人外形而言堪称完美 不过事情不总是这样 我们处在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 大陆板块 地球气候 以及侵蚀能力 也许会在某一刻 共同将珠峰消低 至少现在 它对于登山者 冒险家和梦想家而言 仍然是一个传奇 感谢观看 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 请点击订阅 不要错过学习新知识的机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